那我们首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化王喀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坛成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祖尊 佛颜佛母菩萨 师母 徒登师弟仁伯切 各位上师 销售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的仪会贵宾 有行政院北美书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廖东周大使及夫人 旧敬礼师姐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石仪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及夫人韩吾珍女士 南投县立法委员马文君小姐 拍摄 台南寺院 谈议 public 中山医学大学傅设医院 正行外科主任 郑森龙博士 拍摄 中委会法律顾问 卢文翔律师 中国中教授团 王晋贤特聘教授 王李教授 麦艺房教授 顾浩翔教授 蔡博裔教授 叶淑文教授 洪欣怡教授 游江城博士 林俊安医师 世界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电影配业编曲音乐家 李怡昌先生 医生自然能源科技公司董事长 徐永顺先生 中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文琪小姐 董事张子龙先生 麒麟牙医整首院长夫人 陈宯怡建臨是 台湾医整首院长夫人 台湾市法铁殿 堂主 王延花师兄 马来西亚拉都李俊雄先生 大英满九次第细金刚讲义 及密中道次第广论 制作人连岳上师 My sister如胜美女士 感谢陈长迪师姐 一共有三个人打栽十五万元 大英满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有几点法屋的报告 欢迎大家参加共襄圣集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半 就是在三点星期日 由香港联宏堂主办 这个主持白莲花王水共大华会 首传白莲花王不共大华 这个白莲花王是从来没有人传过的 不管这个显密在佛法上 第一个传白莲花王的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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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宾不辣 廉生仁伯佳 坦樂聲音樂 地點在香港大宜山國際機場 亞洲國際博覽館 地點是在那個地方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主旗功德組 主旗功德組獻哈達時間是 12月13號早上的10點到12點 有相關的訊息請上 征佛宗官網TBSN 蓮宏堂官網 Chubula Post 謝謝大家 第二點要提到 這個三億雷藏士跟荊棘雷藏士 有兩位講師 那麼他們將來出家了 這個三億雷藏士已經出家了吧 他在哪裏 請站出來 因為他們的法源殊聖 法源殊聖 所以呢 這個 講師出家 他又建有三億雷藏士 又建有三億雷藏士 將灌頂金剛阿聖雷 阿聖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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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回向裡面 特別提到連性喪失 連性喪失 在這個回向裡面 我提到連性喪失 連性喪失就是劉喪失 劉文清喪失 那麼他 我在美國的時候 知道他生病了 然後他住進了這個大理的人愛醫院 住進大理人愛醫院 那個時候呢 這個 剛好距離我要回到台灣的時間很近 那我回來以後 我就一直想去仁愛醫院 這個看這個連性喪失 因為連性喪失啊 是台灣雷藏士第一位功德主 他也是第一位的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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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錢出力 不可計數 不可計數 出錢出力不可計數 他的功德微微啊 非常的高 我一直回來以後一直想去看他 但是 大家知道 我每天早上寫文章 這個 然後修法 下午 另外晚上都有人供災 準備供災完了 就趕快趕過去 但是有幾次 全部通通 錯誤 就是時間上都很不巧合 因為供災的時間很長 我們一直講 我要去看他 我要去看他 一直講 因為他這個仁愛醫院 他本身的交互病房開換時間 每天幾乎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晚上也是半個小時的時間而已 所以要接到那個時間很難 終於在這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六 這個禮拜的禮拜一晚上 得到空閒 哇 我就很快的吃完飯 馬上 那天晚上是慈航雷障市供災 我跟他們講 對不起 我講完了 我馬上就要離開 跟你們吃完飯我就趕快離開 來 慈航雷障市供災 所以吃完了趕快離開 趕到仁愛醫院 給他做光運牽涉法 開了他的天門 閉了他的地府 開天門 避地府 塞人道 塞人道 逐鬼路 開天門 避地府 塞人道 逐鬼路 也就是說 不讓他再轉世為人 不讓他墮入三二道 不讓他轉身到別的道去 只能夠由天門出去 我做了光運牽涉法 然後用自己的指頭按住他的天窍 按住他的天窍 按了幾分鐘 按了幾分鐘之久 然後我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離開了 然後離開 隔了一天半 就是靈性喪屍 躺在病攤上 隔了一天半 他就嚴急了 他就嚴急了 在嚴急的那個清晨 我在晚上的時候啊 也就是說 我在前一天的晚上 我要睡覺了 我跟師母講 我跟師母講 連性喪屍 劉喪屍的時間到了 清晨 我在晚上講 清晨他就走了 他就嚴急了 那今天呢 這個 剛剛他去佛 今天早上九點 出發到這個水裡 一個佛戰場 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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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佛化 很各色的蛇蠣子 各色的蛇蠣子 各種顏色的蛇蠣子 還有金剛蛇蠣 很難得的金剛蛇蠣 有種種的蛇蠣子 跟金剛蛇蠣 你知道金剛蛇蠣多大嗎 金剛蛇蠣 就像大拇指那麼大的蛇蠣子 很多很多的金剛蛇蠣 還有很多很殊聖的各色蛇蠣 還有很多很殊聖的各色蛇蠣 他們火化了以後 馬上傳過來的這個照片 照的照片馬上傳過來 給大家證明有金剛蛇蠣有各色的蛇蠣子 另外我告訴大家 剛剛我們做火供的時候 連信上司就在火的上方 他直接成佛 他直接成佛 最尊貴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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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佛中就是真的 而且在他沒有火化的時候 我的車子來到了這個虎山的山腳 我跟同車的人講 我跟同車的人講 連信上司佛化了很多的蛇蠣子 聽到的站起來證明啊 聽到的站起來證明啊 他要走以前 我就知道他要走 所以跟師母講 連信上司的時間到 這是事先他還沒有走以前 那個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跟師母講 連信上司的時間到 講完了兩個多小時 他就走了 他還沒有火化以前 我就講他身上司的時間到 他身上有很多蛇蠣子 他身上有很多蛇蠣子 他是我們真佛中 台灣雷仗士 第一大功德唯唯的功德主 這樣子 這樣子證明 我們真佛中 是真實的真佛中 這個才是真佛 這個才是正宴 連信上司呢 給我們很大的信心跟正宴 謝謝 這是最難得的 這是非常難得 非常難得的 而且我用了光陰牵視法 用了光陰牵視法 我的十指 我的十指 右手的十指 按在他的天鞘 有幾分鐘之久 有幾分鐘之久 我打開他的天門 他們逼了他的地府 塞了他的人道 阻了所有的鬼路 道不是我光陰牵視法的能力 而是連信上司本身的功德唯唯 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的活法對不對 對 這種的最用 你只要 禁食縱法實修 金剛蛇利都有 金剛蛇利啊 像指頭那麼大的蛇利子都會有 那個就是修行的精華 就是堅固子 就是已經得正的一種現象 好 我們 敬禮 這個我們生活中的 第一位 功德唯唯的連信上司 好 我們今天做佛願佛母的附謀 佛願佛母 他就是 必如遮那佛 的等流聲 等流聲 必如遮那佛 是真佛中的 在法界的 教主 教主 就是他就是教主 等流聲 佛願佛願佛母的 就是必如遮那佛 所畫出來的 一般來講 也就是佛願佛母 就是必如遮那佛的佛母 有了真佛中 為什麼有真佛中 因為有馬哈雙蓮池的淨土 馬哈雙蓮池的淨土 是誰畫出來的 是佛眼佛母的雙眼畫出來的 他的清淨的眼 無邪的眼 純淨的眼 是真實的眼 所顯化出來的 兩個馬哈雙蓮池 所謂佛眼佛母 也等於是真佛中的教主 在法界的教主 我回來 今天是第三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前面兩個禮拜 足齊者都非常的多 今天的足齊者非常的少 小 以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是姚慈金母 第二次是蓮華童子 第三次是佛眼佛母 大家都不認得這個佛眼佛母 就是 在法界的主要的教主 他是等留神 就是等於跟 庇盧哲那佛一樣的教主 是他的眼睛 畫出來的馬哈雙蓮池 那麼你們今天想回馬哈雙蓮池 不跟佛母佛眼佛母 當主旗跟他結言很深 那你們就自己好好的修 修到能夠真的能夠正果了 你就直接可以到馬哈雙蓮池 不然你就要修起這個佛眼佛母 你修起了佛眼佛母 跟佛眼佛母有很深的緣分 你在馬哈雙蓮池 就有了雌昏的土地跟房子 所以你們主旗的人今天有福 主旗的人今天有福 第一回姚池金母主旗 也是很有福 第二回蓮花童子主旗 也是很有福 第三回佛眼佛母的主旗 是很珍貴的福啊 你跟法界的教主結言 馬哈雙蓮池他畫出來的 你做了主旗 他就會在馬哈雙蓮池畫一個地方給你 很快你就可以直接 你回去的時候啊 就能夠很順利的有佛眼佛母的光明給你鑄造 你就能夠回去 這是多好的事情 人間只是啊 讓你過路的義戰 只是一個義戰而已 你真正能夠成就的 到了佛國淨土 或者直接成佛 劉文青上師啊 他這樣子啊 算是很直接的 中英成佛 這個叫做中英成佛 中英直接成佛 算是第二等的成佛 第一等的成佛 是寄生成佛 就用紅光 把自己整個融入光明裡面 直接上升 直接上升 把你的身體 化成一道的彩虹光 往天上一直飛上去 這個就是寄生成佛 由靈魂由天竅出去 也就是神事由天竅出去 這個叫做中英成佛 中英成佛 是第二等的 但是火化了以後 他留下很多的舌利子 留下很多的舌利子 我們還有一名上師 也留下了很多的舌利子 他是算用麻袋裝的 麻袋啊 拿那個麻袋去啊 整個全部裝了 全部整個身體 全部都是一粒一粒的舌利子 那是加拿大的一名 蓮花一名上師 他是用麻袋裝的 他的舌利子用麻袋裝的 今天連性上師 又有這個 像母子一樣大的金剛舌利 非常殊勝 非常偉大 他給我們生活中做了見證 他給我們生活中做了見證 回向有沒有講 我就敬禮佛願的佛母 敬禮連性上師 敬禮連性上師 為什麼向他敬禮 他成佛了嗎 你看這個叫做益知 益先知道他有舌利子 益先知道他要走 差兩個小時 差兩個小時 今天應該屬於大喜的日子 是非常翻喜的日子 上師有了成就 也是我們的見證 也是我們的光榮 他顯現在我面前 他顯現在我面前 連性上師顯現在我面前 非常的真實 他像一個阿羅漢 很像一個阿羅漢 坐在蓮花上 很像一個阿羅漢 五點十五了 我念一下這個 有書文吧 大也滿觀心的境界 本是人人所具有的 但在修辭的過程中 功力方面仍有深淺 經歷方面有厚薄 物證方面有高下 因而有的人有微塵 有的光明囊塞 蓮花生大士教授的大也滿觀心 他是簡述如下 無明是過氣久遠無死的煩惱 原是余知以明暗的中和 由於無明妄動眾生輪回世間 所以是生死的根本 要把無明關破 天心就顯了出來 修辭者以大貪施法 仰落床上 先將天心之光 響在天心部位 然後這個天心 運轉在眼 使之生眼 再運至心 使之生光 再運至丹田 使之生慧 此天心心丹田 即是運氣者三集中處 天心聚光移動的三個部位 我們講是天心部位 星際部位 跟夏丹田的部位 這三個地方 非常的重要 這三個地方 因為如果在道家來講 這裡是屬於水 夏丹田屬於佛 在心際屬於佛性 屬於佛性 屬於佛性 也就是你的命氣 命氣是在這裡 是不能動的 命氣 佛性也在這裡 是不能動的 在密教裡面 命氣是不能動的 其他的武器都是可以動的 只有命氣是不能夠動的 上行氣 下行氣 偏行氣 夥伴氣 中處氣 另外有一個氣 就是命氣是不能動的 其他武器都是動的 那這就是修行的重點 在於水跟佛跟心 這只是一個重點 我講個笑話吧 這個丈夫在妻子的生日晚會 當眾送給妻子 鑽石、戒指、毀萃跟珠寶 有一位朋友看見了 講 看看你的夫人多高興了 如果你送給她一輛 Low Slice的交車 他會更高興 她會更高興 這位先生丈夫就回答 我也是這麼想過 不過這種交車啊 目前還沒有假的 大家都不會笑 我告诉你 师尊说的法是真实的 师尊所讲的一些游戏的文章 那是假的 游戏的文章 游戏的话是假的 但是真佛中的密法 却是真实的 没有所谓的假 今天联信上师已经给我们证明 电话铃声响了 游太太你好 游先生在吗 太太回答 掉到水里去了 那个人就想 多久的事呢 她说一个星期了 那游太太 你要节哀 要看开一点 那个太太回答 你去死了 是公司把她掉到南投水里 她是掉到水里去了 她讲错 这就是误会了 一种误会 我告诉大家 佛法没有所谓误会 中脉 这里就是明典 这里就是左佛 中脉 中央是什么 就是佛性 没有假的 你只要中脉通了 我保证你 就会有神通出现 就会有神通出现 你只要 这个明典下降 左佛能够上升了 你身上就会显光 就一定有光明 不能够误会的 修到哪里 你正到哪里 你修行就是这个样子 释迦牟尼佛看到自己的佛性 开悟没有误会的 开悟不是错误 开悟是真实的悟 而不是错误 还没有开悟前 你所悟到的 都是有偏差的 真实的开悟 只有一样 是唯一的 你能够正到唯一的 你才是真实的开悟 是绝对的 没有相对的 你自己想一想 什么东西是相对的 善跟恶是相对的 有人讲开悟就是善 那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相对的 就是恶 开悟就是天 那是不对的 因为天有相对的 天的相对就是地 我知道了 开悟是光明 错误 它有相对的 光明的相对就是黑暗 我知道了 开悟就是佛 开悟当然是佛 但是佛也有相对的 就是魔 佛只是一个名词 你如果开悟了 这个东西是绝对的 那你就是真实的开悟 绝对没有误会 今天跟大家讲这一点 非常重要 释迦牟尼佛看见天心 只是看见了佛性 叫做见性 有一位男士 去办索机申请 他这个很害臊的 拿出证券 这个双证券 柜台小姐一看 看性名男 他性高明赛 性高比赛的赛 叫做高赛 那个柜台小姐 那个柜台小姐看了那个男士一眼 这个男士很不好意思的地下头 他叫做高帅 这时候这个聪明的小姐 这时候这个聪明的小姐立刻缓和彼此的尴尬 他讲好巧 我先生跟你同名但不同性 他说那你先生姓什么 他姓甲 男士一听 终于有办了 他叫假赛 这个 诶 这赛是结对的吗 是不是结对的 他有没有相对的 我问你啊 温辉金上师啊 赛什么是 赛他的相对是什么 赛的相对是什么 会计金上师说 是食物 你每天都在吃什么 有谁能够讲出赛他的相对是什么 好像是开悟了 告诉你不一样 不同 有些事情不能用相对的来讲 赛也是结对的嘛 有不同 有不同 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官啊 叫做State London 生于中国湖北的这个香 香环吧 是中国的奶妈 把她养大的 她回国以后的在三十岁那年参加 竞选审议演 当时缓对派多次的毁谤 诋毁她说 她是喝中国人的奶水长大的 你身上一定有中国人的血统 这个狼鳞沉着的回答 她说据说你们喝的都是牛奶长大的 你们身上一定有奶牛的血统 所以我说 刚刚讲的 也有不同 也有不同的 不一定都是相对 不一定相对 但是你悟到的绝对是绝对的 你往塞那边去观想 你可以渐渐的明白 佛性是什么 道是什么 这个很深 对不对 因为慧敬上师 这个脑子那么大 生气那么大 他都想不出来的话 就没有人可以想得出来 因为他满脑常回无心机 满脑常回无心机 这个跟开悟有关的笑话 有一天半夜睡不着 爬起来抽烟 走到客厅 发现了一只蟑螂 于是就跟他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对生活的看法 感情上的痛 心里的不爽 生活的压力 杂七杂八倒霉的事 全部发泄给他听 说完了 于是我狠狠一脚踩死他 没办法 因为他知道太多了 这个笑话 是有关于开悟的 你们参一参 参一参 参一参这个 我今天讲 水 花的水 水 在没心 佛性 在心轮 佛 在当天 这是指人的 人体 一条中脉 从天壳 一直到海底轮 这个是真实的 密教要注意 你要记得水在哪里 火在哪里 先修着火 修无肉 修着火 以着火来处这个 水 这个水就像油一样滴下来 到了中脉 跟着火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心轮打开 你看到见到的佛性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谓见到的天性 这一点是非常真实的 今天我们是大喜的日子 因为连信上师给我们证验 我们真佛中的修行 是真实的 是真的 是无上的 是成就的 我们在这里 向尊贵的 连信上师 尊贵的佛 敬礼 欧帮你便宜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